本文所有史料均来自于皈依总统袁世凯上中下一书,作者保证史料之真实性,同时无任何影射,不涉及任何政治, 严西山被称为山西王,因为他统治山西时间长达三十八年之久,辛亥革命的时候,严西山杀了当时的山西巡抚陆中齐,自己成立一个军政府,后来被推举成为了山西独斗,后来中华年国建立又成了山西省省长,蒋介石继位后,严西山也一直霸占着山西, 面对蒋介石,严西山丝毫一点不害怕,当时蒋介石北伐想要统一中国,但是面对这位盘踞山西多年的军阀,丝毫不敢掉以轻心,于是极力拉拢严西山,想通过和平的手段来统一,但是严西山丝毫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,于是蒋介石将严西山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, 当他来京就指,严西山一看就知道是调虎离山,推尾不救,经过一系列的变故蒋介石严西山关系恶化,严西山决定直接来应答,于是联合张学良、李宗人、冯玉祥组成了讨蒋大军,并且宣布拥护严西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,出面讨伐蒋介石, 并电告蒋介石一人独裁国民党,使民不聊生,今天就要用战争手段重建党国,虽然最后失败,但是依然盘踞扇西山,蒋介石没有丝毫办法, 严西山也算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了,但是有一个人却让严西山怕得要命,当年这个人召见严西山, 回来后有人问严西山,此人长得什么样啊,严西山回答道,我只看到了他的鞋子,怎么敢抬起头来看他啊, 这个让蒋介石害怕的人就是袁世凯,1913年,袁世凯杀害了宋教人,孙中山看透了袁世凯的谋反之心, 于是要联合兵力讨伐袁世凯,因为当年严西山受过孙中山恩惠, 于是不敢当年反驳孙中山,一面应付着孙中山的南向北京计划,一面去袁世凯那里表明忠心, 袁世凯看袁世凯也是个有能耐的人,于是就召见了袁世凯, 袁世凯立马就怂了,但是又不敢为命,于是就带着自己手底下的亲信, 进京去见袁世凯,刚见到袁世凯,袁世凯立马就是90度鞠躬,大气不敢喘, 等到听到袁世凯对他说坐下吧,袁世凯才颤颤巍巍的坐下, 等到两人说完话后,袁世凯又是一个90度鞠躬,才退出去, 第二次召见袁世凯的时候,袁世凯刚刚积进屋,就给袁世凯磕了三个头, 当时袁世凯想要成帝,于是就和袁世凯谈论地质的问题, 袁世凯连连表示赞同,拥护袁世凯,当袁世凯回到山西时, 才敢向别人谈起袁世凯,但是当别人问及袁世凯长相时, 袁世凯说,只看到大总统的靴子,什么没看到。